这个跟历史这个课本有关了 那个第五册第三章 真的假的啊 他讲出来 你知道我们不会去翻嘛 我觉得我们吃耶 下面题请出题 亨利八世是英国史上 最具争议的国王之一 请问 他不惜使英国脱离罗马教廷 改姓新教是为了什么 A 让女儿继位 B 离婚 请做答 陈远 这个跟历史这个课本有关了 那个第五册第三章 真的假的啊 他讲出来 你知道我们不会去翻嘛 土教平师耶 没有就是那个 因为当时英国是 那个前程的天主教区 那所以呢 那个天主教原则上 他们是不能就是不能离婚的 那因为当时的皇后叫凯撒林 然后他就想要 人老朱皇 然后又生不出那个男生 所以呢 亨利八世就想要出去作怪 对所以后来 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也顺便借力用力 因为当时就是 到底谁是老大 是我英国国王是老大 还是天主教人是老大 他们比较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他称机发飙 说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 好对我就是要离婚 好啦就赶快就请请他 创另外一个教 新教是可以离婚的 对 自己创新教对不对 罗马教庭那是不行 就是那个太教英国国教派 对 他是因为婚姻问题 对那 呃 他里面有几个女儿很有名 就第一个大老婆 那个女儿就是 呃 血腥玛丽 哦 也爸爸高小三 所以那个害我 害我妈妈就是辛辛苦苦 然后被抛弃 对所以他就是干掉很多新教徒 然后他的那个二女儿 就是第二个老婆的那个小朋友 好 这是未来的那个伊丽莎白 好 请公布正确请导 正确答案是 第一离婚 海里巴士呢 是都罗王朝第二任国王 1509年的时候继位 他因为呢 他自己是爱上了别人 想要把本来老婆修掉 娶个新皇后 然后跟当时的教宗反目成仇 那他干脆自己就推行了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而且通过一些重要的法案 容许自己另外娶之后呢 然后他这个新教就叫做英国国教 然后自此英格兰教会 就脱离了罗马教廷 然后他自己也顺势当上了 英格兰最高的宗教领袖 然后解散了教廷在国内的修道院 然后把自己英国皇室的权力 达到巅峰 但是他在位36年间 其实娶了六个老婆 值得值得 值得啊 这个人不然历这个教官 来历史哥 有一个小故事 其实他是想要生儿子 他儿子没有生到 他前面都没生到 所以他后来有生出来的吗 可是这个儿子的没有人感觉 很多后代 很快就挂了 很快就挂了 没错 所以他就是注定没有儿子命吗 没错 没错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